两岸服贸协议签署之后呢 不少国内弱势产业真的是屁屁错 但是这个对于早就已经前进大陆 便写在银行啊 证券产业抢得先金的富邦金来说 可是一项大利多 尤其大陆开放台资证券商 取得合资权兆的部分 更让富邦成为这一波开放政策 台面下的最大受益者 让财经同业相当眼红 两岸服贸协议签署 国内不少弱势产业大反弹 引发政府罔顾国内 弱势产业利益的抨击 不过这波平遭之一的开放政策下 依旧有人笑VV 在银行正确产业中 老早靠着政府高层关爱眼神 抢得先机的富邦金 更被认为是台面下最大赢家 这块市场所有的银行业都很有兴趣 但目前来看呢 的确我们感受到富邦金 有了厦门银行又花银行 又去参股广西的贵邻银行 这感觉上面似乎比别人都更快 而且运气好像不错 当然你说运气好 最重要还要有个要件 就是你手上的银弹要充裕 你有动足先机的眼光 然后也懂得一些 避开法规限制的门栏 大陆开放投资 表面上台商人人有糖吃 但备受关注的台资证券商 前进大陆试点 取得合资全照 大陆证监会仅开放上海 深圳和福建三地 不过上海深圳门槛高 一般台商根本见不去 反观少少就在福建 耕耘精灵的富邦 很有可能成为少数 拿得到合资全照的台资证券商 引发财机店质疑 这项开放 有为富邦金量身定制的嫌疑 又有福建为主了 那富邦金看起来 因为他在那边有厦门银行 搞不好这次的合资全照 他可能又有机会 又拔得头筹 这个过程当中 感受到政府的支持 富邦金在台湾取得了 300亿的台币 去拥有华裔银行 经过的60% 觉得金管会是要 说清楚讲明白 除了取得大陆合资全照得利 大陆银监会 开放两岸银行股权合作 又让才刚在今年三月 成功并购 大陆华裔银行的 富邦抢得先机 金管会当初以短短三个月 审查时间 火速核准 也遭到质疑 难道是双方有默契 政府替企业铺路吗 大陆台湾通吃 总是抢得先机的富邦 让财经同业 相当眼红 中文学院正好报道